我相信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會不但珍惜他 而且會用力去保有他 用全力去保有他 黃海跟渤海大軍演 蘇琪有說美國將領說台灣可能兩人一開戰 台灣第一天就會投降 你怎麼看 這個是這樣 民主自由還是台灣政治的核心 民主自由也不是天上掉下來 也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花很長的時間 然後犧牲很多人去換來 所以我相信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會不但珍惜他 而且會用力去保有他 用全力去保有他 所以兩岸之間距離這麼近 雙方火力也不是太差 所以開戰一天會死傷慘重 應當也是預料中的事 但是我們也不可能說因為這樣就怕開戰 或是說打了一天因為死傷慘重就投降 我想在現階段 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還是相當堅持 所以我倒覺得那個倒是 不會是蘇琪講的那樣 當夜跟市民進行的日子 無敵的日子 谢谢大家